挥舞着美国以及爱尔兰国旗 当地民众还拿出手机 就是要欢迎远道而来的贵客 美国总统拜登 只见他一声轻便与当地民众握手 拜登本次出访爱尔兰 展开他的寻根之旅 我觉得家里 我刚才来说 我认识我认识 为什么我的亲爱人 和很多你的伴侣 在离世上 拜登和甘乃迪以及雷根等几位美国总统 同样都有爱尔兰协同 而不光是寻根 本次出访他也彰显美国25年前 对于结束北爱尔兰长达30年的暴力冲突 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他也在北爱最大城与英国首相苏纳克会面 我们有很关键的伴侣 拜登此行迹紧巩固欧洲盟友 但马克宏先前不想因台海议题 卷入美中之间的纷争 似乎也看得出美欧之间 在某些议题上似乎不同掉 但随着他的言论遭自家议员连班炮轰之后 马克宏也紧急改靠 马克宏重申包含法国在内的欧盟等国 对台海议题的立场始终没变 支持维持现状 而马克宏才刚离开北京 其他欧洲高官 包含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 波瑞尔 以及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也将于13号至15号访华 中欧应当坚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 加强战略沟通和协调 面对欧洲多名官员相继访华 积极与大陆交流 美国也想寻求和中国大陆对话 国务卿布林肯就在记者会上透露 美中是最重要 却也最复杂的双边关系 美方并不寻求遏止中国大陆 更打算在时机成熟时访问北京 这样林涵综合报道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呢 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 是用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 希望大家爱用咯 好 再见